Google首席执行官施密特周一在香港呼吁中国开放网络和言论自由 他强调网络自由是革新的关键 在与青年创业家对谈中施密特提到 一个好的政府想要解决失业问题鼓励创新 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是革新的关键 在2010年因为抵制中共政府的内容审查 谷歌关闭了中国版的搜寻服务撤出中国 施密特在近期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谷歌对此并不感到后悔 他直言谷歌强烈的希望中国可以开放互联网及表达政治意见的自由 施密特今年初还走访朝鲜缅甸等亚洲比较封闭的地区 推动该地区使用互联网 新唐人记者唐梅综合报道 优优独合支馆 检台 优独合支馆 优独合支馆